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对台湾的军售案要喊停了 美国不但是把台湾当棋子还高调的公开 美国海军陆战队驻守AIT已经很多年了 刺激大陆的同时也把台湾一步步的推向战争的边缘吗 另外日本的新年号要去中 新版的教科书要把钓鱼台纳入国土要抗中 爱美机三表妹跟习近平友好 不过小动作不断 看起来这两面手法玩过火的话 北京会如何回应呢 来为介绍尽焦请到的来宾 首先是戴昂大学国际事务学院的院长 王高成 王教授 主持人 各位观众大家好 民进党地委郭正亮 大家好 以及国安反口特警专家李天夺 永康好 大家好 我们就先来看在个周末 有一个时代杂志的标题上面写的是 台湾 won't get US fighter jets while Trump seek a China deal 为了中美贸易达成协定 川普可能不卖给台湾降落机了 这可能两个字都不见了 为什么没有可能呢 因为连问号都没有 我跟大家做个解释 这个篇报道一出来之后 台湾的国防部也立刻说 所有的军售都还在进行当中 这个报道不符合事实 也就是说国防部认为 这个时代杂志是假新闻 只可惜NCC管不到时代杂志 要不然就罚他一百万嘛 不过显然时代杂志 比较具有公信力 还是台湾国防部讲的话 你相信 相信所有的朋友 自己心中有一把尺 那小弟在媒体服务多年 给大家从标题 透露什么段铃 大家仔细看一下 你看这个标题上面写的是 台湾 won't get US fighter jets while Trump seek a China deal 从头到尾没有一个问号 通常在媒体做事情 如果要避免被告 要卸责 或者是有些旋转空间的话 标题可能会降下 while Trump seek a China deal 台湾 won't get US fighter jets 问号 这样子的话比较safe 告也告不到我 所以显然时代杂志 对于他的消息来源 是很肯定的 所以标题就直接降下 我再次强调 台湾国防部有否认 说这个不是真的 交易还在进行当中 是否如此 你自己做判断 不过我想先请到三位来宾 当你看到时代杂志 这样的报道的时候 如果用一个字 来表达你心中的感受 或当时那一刻的想法 你会写哪一个字 先我们看一下 老师写长 冷 冷 哇 看起来都是惊叹号的感觉 老师先讲一下为什么长 长的 其实我本来想写叹啦 感叹的叹 因为我觉得你看 这个美国的讲话 不信 没有信用感 但是我觉得 如果你把它时间拉长来看 跟已经川普的个性 我觉得我们也可能要习以为常 习以为常 见怪不怪 因为事实上来讲 美国在两岸之间做一些取舍的话 经常其实会有这样的一种选择 就是说一开始好像对我们不错 但是一旦 中共出手了 或有更多的利益的时候 其实美国又会做一些这个调整 台湾价钱不错的话 该卖就卖 然后那个委员显示认 你认了一下吗 我就有两个部分 第一个就是说 美国向来就是 经济就连结经济议题 政治连结政治 军事连结军事 是 那你这次是吧 军售连结到贸易战 这个有点离谱 你认为有点离谱 我以前不会这样干 超乎的 军事就对军事嘛 因为 然后第二个就是 中美贸易目前的谈判 事实上并不算不顺利 所以他到底在急什么 比如说 我们现在听到的消息是说 四个礼拜内有可能会有 final deal 那他到底在急什么呢 为什么要把台湾扯进来呢 那这个就蛮奇怪的 你的这个老设置 一个是 要细以为常 你呢反而是有点意外的 愣一下 所以感觉接触到讯息的时候 是有点不太一样的反应 这个我补充一下 如果是北韩危机来交换台湾这个 我还比较可以理解 因为那个是军事交换军事 是 可是这个是经济连结军事 他说永久取消 就是说这一批生意先跟中共做完了 下一批的时候 在需要之后再卖给台湾 你这个部分我等一下再做个补充 天多哥先给大家看你是哇 哇你也经手过好几起的军事交易 不只是跟美国跟法国 对不对 你的哇的意思是 我的哇 怎么会这个样子 因为 当然我们知道 这阵子从川普上任以来 很多的惊喜都围绕着 当面都可以变 对不对 跟那个金三胖谈判 他什么 他拿出一张纸条给人家 要人家做什么 金三胖站起来走人 所以 一般的谈判都是安排好的 那这个军售来我们这边已经大张旗鼓了 F16V啊干什么 金额数量 都讲了 而且 还没有正式报价 可是开出来的金额是一般的三倍 这个三倍怎么做解释 原来我买这一家只要这个钱 又多了两倍 天多哥你那个哇是说哇你怎么可以这样子 还是哇我又被上当了你是哪个哇居多 怎么会这样 我不能说他这样子 就是说 我们这边锣鼓敲天敲了半天 老美也没有讲别的 要卖了 结果川普 立刻变 你叫民进党怎么去想 我跟你讲 这也 愣了一下 大概就是这样 我在听众口追问一下刚老师的意思是说 暂时搁置 好那没有说不卖哦 暂时搁置因为 希望能够美中有个deal 所以 台湾的 政府官员呢对这个事情 一般来讲 也不是全然的看不好他觉得说 美中贸易战如果缓和的话对台湾也是有好处的啦 那这军售案过一段时间之后 终究会秩序 执行还是会批准的你怎么看 终究执行是 另外一回事 F16V也不是什么好飞机 那我看的我看的最 最痛心的是 你今天蔡英文送上门给人家当棋子 人家不把你当棋子 他如果在乎一点的话他 他把你拿来跟 跟老公去喊价里面的西班牙还不是三个岛 一颗而已 对 他如果挺你的话你就买 你就买F35了 16V 1989年 我在 90年我在法国买幻想机的时候 F16卖的 多少年了30年了 而且现在还跪三倍 跪三倍而且有没有 最重要的就是说 我比较感慨为什么挖 第一个 我们当军人的时候一再强调希望是自主 你现在是送上门给人家去牵在那里 人家还没有正眼瞧你一下 就是即便当棋子还不是一个王牌棋子就觉得 很了然就对了 因为 蔡英文 只有在军售在国防这一块他可以完全独占新闻 这个我要补充一下 因为民进党不断的喊这个台美是空前友好 但空前友好 美国为了自身利益为了跟 中国大陆达成一个deal 台湾 其实友情是有标价的 该出售的时候 还是可以被卖 我先更正一下 请 F16V 虽然是旧的 可是他的雷达是新的 他的雷达是 空大概可以 250里的半径 这是好的雷达 那第二个是他要到台湾生产 他要既转 那我的了解是要在汉祥生产 那以后连那个80的 F16V都是由台湾生产 转交 那我们大概一年可以制造24架 附带价值 所以这个是有附带价值所以你听起来比较贵是有原因的啦 那题外话 这个 我觉得美国做这个动作是非常愚蠢 因为中美贸易战不会立即结束 所以你就永远留个悬念 让大陆用这个当理由说你怎么可以卖飞机呢 我们还没有谈完啊 或者是 所以那台湾就永远有个期待一直可能落空 当然是这样啊因为 中美贸易战不可能是有一个final deal 没有final deal的啦 他永远都有新的议题再继续吵 不可能是 比如说假设我们说4月底或5月初 就一个final出来不可能 你觉得天罗刚刚讲的 蔡英文的所有的做法感觉真心幻觉情吗 你觉得他那个因为最近有很多动作都台面化嘛 比如说他去夏威夷 那夏威夷的司令跟他一起合照 然后AIT到外交部 跟外交部一起开始会 那突然美国公开自己承认 说陆战队2005年以来早就进驻了 是 那这种台面化的动作是要干嘛呢 而且 4月10号 台湾关系法40周年 那据我了解4月15 AIT有个大酒会嘛 那也要邀请美国的贵宾过来 那大家本来还在期待这个贵宾是谁 结果 还没有道理就宣布这种消息 你不觉得很奇怪吗 你起码也等台湾关系法结束之后再宣布啊 因为来得及嘛 因为 那个他不是说4个礼拜才会有final deal 那你在台湾关系法之前宣布这个是要干什么呢 委员那次就说即便你要绝情 你把他hold一下 选一下时间点嘛 连这个关系法都还没有那个 Celebration的moment都还没有过 你就让我觉得吃了已经闷棍了 真的是感觉 不是滋味 不过 时代杂志有另外一方面的解读喔 说川普这样一个做法 台湾看起来可能认为说是被擺雷倒 但是对于美国媒体的解读是 川普此举 有对中国大陆在贸易战当中 低头的意味 你赞同时代杂志这样的一个说法吗 yes or no 川普是否有借此感觉对 中国大陆低头了 帮我们举个牌子 yes or no 你的看法 no no yes 委员是说yes 来先问一下老师好了 你说no的原因是 其实我们看起来就是说 其实当然最后的这个谈判结果 到最后才公布 不过看起来就是说 其实川普的姿态一直还是蛮硬的 那这个中国为了就是说 减缓自己内部的一些经济的压力 在很多的议题上来讲 都是逐渐的在让步当中 所以我觉得就是说 其实川普也强调就是说 一个没有好的一个协议宁可不签 所以如果说在就像他讲的 大概三四个礼拜会有一个结构的话 应该就是说大概拿到一些 中国让步的 一些问题 所以我觉得这个应该不代表 就是说 华府对于这个北京的一个让步 应该是说 是一种利益的交换 利益交换 北京做了一些让步 那华府就是顺带来讲说 那你既然在意这个军售 然后我们就可以暂缓一些 我觉得他的目的 不卖台湾武器 不代表说我川普让步 如果川普要让步的话 等于是 损到我美国利益 那才叫让步嘛 这是损台湾利益嘛 所以这不叫让步 但这个利益其实后来还是可以实现的 就是说 我一再强调 就是说其实 台湾的这个军售的这个需求 是一直是存在的 只是看美国什么时候要 要把这个 这个deal 让给你来赚这笔钱嘛 就上半年不卖 下半年还是 还是可以卖 王院长相对于刚才委员的说法 你是比较乐观 我是比较乐观 终究会执行的 终究还是会去执行的 就是说 事实上来讲 其实美国定期还是会检讨 台湾的这个防御的一个需求 那我觉得这个买方的市场 是一直存在 只是看美国 要不要卖给我们 要不要赚这笔钱 那川普事实上一定是要 要以利益为主嘛 譬如说他这个 下半年他的这个国防 后面的这些军火商 他一定也是要照顾他们利益 所以我觉得现在 只是先把这个贸易的协议 先赚这一笔 中国大陆先 先卖了一笔 就是说美国要的东西 那川普也可以收割 到了下半年 那继续的 就在台湾这边 再得到一些利益 我刚刚跟委员看法不太一样 委员说就是never ending的一个deal 还在bargain当中 所以永远没有 说美国真正跟 中国大陆达成协议的那一天 也因此北京会用这事情 不断的提 提醒川普 你不能卖 不过我们来看一下 在这所谓的中美贸易 谈到现在这一轮 来看一个标题 说美国的首席基尼顾问 他说大陆在谈判当中 这么长的时间 是第一次承认了 以下三点 包括 窃取了智慧财产权 承认了 强制技术转让 也承认曾经有电脑 骇客攻击 过去这些指控 大陆都不认账 但现在 认了 委员为什么这十一点也愿意认 而且影响的层面有多大 没有这个大陆媒体没有报道 是美国的媒体报道 就说是美国自己讲的 美国自己讲 当然是这样啊 所以我是只是 我觉得大陆顶多是讲说 你讲的这些我听到了 那我们会寻求改善 可是他不会承认的 因为我跟你讲 这种东西都是要有市政的 比如说你票借制裁权 如果我被你抓到了 那我当然要处理啊 中国大陆也是有制裁权的法律啊 我如果骇客攻击被你抓到了 我当然要改善啊 这有什么稀奇呢 可是 大陆绝对不可能承认说 我一贯都在搞这种事情 所以这个是程度的问题 就说到底那个是怎么表达的 那 因为美国现在也发现 跟中国大陆要讲话 都要白纸黑字 他现在听说连中文也要一字一字对 那避免这个理解上有 出入了 那如果说只有英文媒体这样写 那大陆媒体一个字都没有 那就是美国你就去讲吧 反正我不会否认 那就给你面子啊 我不否认就给你面子 当然是这样 但他也不会承认 可是我也不会承认有到这个程度啊 因为一般在基本上前段时间 所有 各方的 评断都是 习近平的底线应该就是 强制技术转让这一部分 因为你认的话呢 你就等于是必须要去 打击这一块 那人大已经通过法律了 对 卫商投资法已经有这个了 你打击这一块代表说你很多 本来中国要 寄予发展 像些是科技啊 影响层面就很大了 所以 现在大陆方面没有发这些东西 但 老师你认为怎么看这个事情 其实我觉得这基本上是看定义的问题 因为这个技术转让是有的 但是 中国的是讲法讲 那是个别公司的一些做法 那你这个智慧财产金的窃取 他说我们也有打击 这个保护智慧财产金 但是有些公司他会去这么做 所以说他会去弄 但是中方是不会是 完全的就是承认 就是说他自己有做这样一个事情 但是我认为就是说其实现在呢 大陆他们现在已经做好所谓的底线的思维了 他们也认清楚就是说 现在不只包括美国嘛 我们看到欧盟最近也出了一个战略评估报告说 我们跟中国的关系 经贸我们不只合作也是竞争 所以你中国的市场也要开放 让我们的欧盟的企业可以到那边去 所以我觉得中国现在慢慢了解到 当他的企业现在已经大到这个地步 世界第二大的经济体 他不可能像以前一样完全躲在 WTO这个 保护这个开发中国家的规则的一个 一个保护墙呢 去做那种比较不对等的一些 一些经贸行为 所以在美国逐渐压迫之下呢 其实大陆是做好了 这个开放的这个准备 包括你智慧财产的保护 这是必要的 不然人家外资 也不敢来投资嘛 那你技术上的一个转移 这可以来讲我觉得是一个 也就是一个技术 就是是不是一定要强制 还是你可以透过协商的方式 大家来共同的一个开发 所以我觉得大陆现在呢 也不再讲就是说2025 但是我认为他们也不会放弃 这个计划了 现在转而是强调就是说 要自立自强 也就是他们也认为就是说 就有万一来改变体质了 对 改变体质 第二个他讲说像这种高科技 这种一个国家之重 是他说用偷是抢是抢不来的 他也讲过 这基本上要靠自己的一个发展 所以我觉得 就是说在这样的一个协议之下 他会有一些 原则上的一个承诺 但是我觉得他会在法律的 这个执行上 比以往呢 规范的更清楚 也更认真去执行 可是就是说他基本上该做的 他不会停止 包括就是说他的技术的 研发创新提升 这方面 我觉得他要去帮忙 现在大陆其实没有松口 就是说 所谓的国营企业这一块 就是美国要他放弃呢 要改变他的政经体制 这一点我觉得他一直不会放弃 因为如果说大陆真的是认了 偷窃窃取智慧财产权权 用偷这个字窃取这个字 知识体大还得了 我们来看这张照片 刘鹤 请教一下天头哥 上一回 我们节目讨论过 他有点像是去跟川普报告 坐在桌子面前 像排排坐 好像去报告一样 这回呢 坐在川普的旁边 就在旁边 一起来 对外这个做个说明 就 就你的专业好了 维安角度来讲 坐在川普对面跟坐旁边差多少 两个 两个是不同的 这个 是他们刚去的时候 上面 等于是说 川普接见他们 但是川普耍他老大 你们听好 哪些哪些事情 第二张这个是 谈判已经有了进度 这个 对 然后 川普准备去做 谈一些具体的事情 所以他时间表会列出来 他会那个的时候 他 让刘鹤坐到旁边 除了 背书 说他们 他今天 谈的 谈判的成果有哪些的进度以外 那事实上 这个位置的一调整 就代表了 后头 这个谈判是往好的方向去 而且有出了 从天楼哥这样一番解说 大家观众朋友以后看国际这种大会议啊 谈判啊 做哪都知道 这事情有没有一个deal出现了 最后 这个我想 简短一下 请教一下委员 因为 对于像您 或是 政治人物来讲 自己设一个四个礼拜 这种时间的timetable 是一个很危险的事情 因为你设了底线时间表 你又没有做到媒体一定做文章 为什么要设四个礼拜 这个其实双方并没有这样说啦 是媒体写的 川普不是讲说四个礼拜之后 应该会有结果吗 他说乐观四个礼拜会有结果 对啊 那如果没有就是六月 没有就是六月 所以这个很难讲 我跟你讲 第一个就是他是贸易代表 那第二个就是他是总统特使 就是习近平的特使 那川普让他坐旁边就 他 他就希望四个礼拜之后习近平能够到美国嘛 那这个意思就是说我们应该蛮顺利的啦 川普很希望 习近平再次去美国 对 那 可是我还是要回应一下刚刚高陈所讲的啦 因为 魔鬼都在细节里面 我举例啊 比如说 强制计转 强制计转如果双方已经签了 合议的合同之后 可不可以反悔 这个就是关键嘛 制裁权 请问制裁权的中审法庭是在哪里 如果是在大陆呢 是属地吗 是啊当然是这样啊 你在大陆告 90%都是败诉嘛 所以美国有一个声音就是说希望到香港嘛 所以我的意思说很多都是细节啦 还有比如说强制 执行的那个 enforcement 怎么落实啦 那美国就说我要有每年的 考核报告嘛 那 大陆有接受吗 比如说你来考核我那是说你如果考核没过 要怎样呢 我就立刻要恢复关税吗是这个意思吗 所以 事实上谈判他说还有10%没有谈好啊 那10%就是最困难的部分 最难的 你认为四个礼拜 我认为谈不出来 那为什么要讲四个礼拜呢 因为他必须这样讲啊 让那个 股市可以稳住嘛然后继续往好的方向慢慢走 其实双方都有需求啦 可是非常困难啊 我们下回细节剧下广告然后回来继续谈 很多国际之间的关系或者一些过去的想法 秘密是不能够公开讲的 如果我们看到这段时间 很多美中台之间的事情 过往台面下 都变成台面上 变成台面上 刺激对方武器的时候 有人说这就是 很危险的时刻了 我们来看 AIT 新管 到底有没有美国海军陆战队 这回美国 AIT的发言人 不但是说 有 而且还说 其实 从2005年 就已经有 Marine 住在 这个助手在台北的 AIT了 那这个问题 请教一下委员呢 这过去应该算是 不能讲的东西 现在是发言人公开讲 你怎么看 其实 本来我们演习 美国就有派顾问来啦 军事顾问 那也是不能讲的 那未来这个三军官校是不是会派美国的教官来教书 我的意思就是说 没有错啦 他跟中共 那个中华人民共和国建交的时候是有三原则 撤军嘛 撤军是其中一个 那什么叫撤军啊 就是如果是 具有军事身份的来 然后他 比如说他穿便服 那这样算不算 那他不是武装人员 他只是学术人员 或者是 来看一次演习 这样算不算 所以这里面有很大的尺度啦 那这个对美国这种 善于玩国际外交的人来讲 他那个尺度可以 宽又松 像这个事情在过往 你们都会知道吗 都知道 都知道 都有marine 我当然有啊 可是四川便服嘛 不过人员都没有很少啦 因为毕竟 美国关心呢 还是台海嘛 所以他当然要有一些军事专家做评估 这个事情为什么会特别拿出来讲 是因为美国有一个外交机构法 依照这个外交机构法呢 他授权美国的海军陆战队 可以去驻守美国驻外 大使馆 我们知道大使馆 ambassador 就是国与国之间 才叫大使馆嘛 那marine 会被拿出来讨论就是因为 他有象征性的主权的意义嘛 所以 一开始 传出美国可能海军陆战队 要到台湾的AIT驻守的时候 就大陆当然就抗议啊 然后因为这做法可能代表说 美国是不是间接 用这种方式 这种主权性的象征 来代表他们也挺 台湾是一个主权独立的国家 老师你来看 这是台面话之后 基本上还不至于这么认为 因为我们刚刚讲就是说 marine驻守的时候 他基本上要穿军服 而且人数要很多 你有一个这个 历史像卫队这个样的情形 不过现在讲出来就是说 这个有海军陆战队的 的军官在这边 他的背景是说 我们在这个 我们在两边的这种军事上的 这种联系方面呢 我们 有陆海空军 再加上陆战队 意思说并不是特别凸显说 我们有陆战队驻守在这边 而是说他是陆海空军军官之外 因为他们的那个属性 跟他们对等的这个服务性质的 军种不一样 所以再加一个海军陆战队 来协调双方之间的 像类似刚刚我们谈到 像军武的这个采购方面的 技术上面的一些合作的事情 所以他比较像是一种像联络官之类的 而不像说那种海军陆战队 真正住在这边 而最重要是说他根本都不是穿 军服显现在这个 这个门口 但我相信AIT绝对知道 台湾的谈话节目谈这话题好几次了 而且他发布这个讯息的时间点就在 解放军的飞机飞过海峡中线的时刻 之后马上就讲 这意图应该是有的吧 就是刺激北京是有的 中国也表示说他对台湾的支持 不过我们要知道 就是说类似像美国在台协会 他基本上就是一个实质的 发挥这种驻外使管的功能 这就我觉得就是现在美台之间的关系 就是说我们一切所有东西都不能成为一个官方的关系 可是在很多需要 就是说国与国之间来往的一些实质上的功能 你还是要有 本来是默契跟低调 对 但是现在发言人这样子有点是高调把他讲出来 越来越高调 之前我们就是美国 所以默契会慢慢不见的吗 他还跟我们的外交部长在我们的外交部共同开了一个记者会 这也是打破以前的这种低调默契 所以看起来就是川普政府现在在美台之间的关系 他现在是有一点逐步要把他稍微比较公开化 有一点点提升这样 但是又不是太过于 越越这个很基本的中线 高调的过程当中 会把台湾推向危险的边缘吗 这个可能性当然会越来越有 所以这是为什么他有这个军机 中共的军机来越过海峡的中线 某种程度我觉得他其实也在抗议 就说美台之间这种关系 越来越实质化 越来越官方化 他必须 他在内部也有压力 他也必须要采取一些作为 所以两边之间这样的一种 情绪上跟这种摩擦性的这种举动 可能就会越来越出现 那就可能会增加必要的冲突 我们刚包括上一段跟这段 您仔细来把它串列在一块 当美国把这些讯息刺激北京的时候 的确刚老师也讲了 可能会把台湾推向比较危险的那一方向去 但是到立志出现的时候 美国又把道义放在旁边 他又不卖你武器 你如果是台湾的观众 听到这个信息穿在一块 你会不会觉得说 我们怎么需要我们的时候就来一下 不需要我们就把它丢一边呢 来 那个天头哥 请问一下5月6号 新的内部AIT就要启用了 之前传出他们 下面那个通道 可以开 美国的战车 直接奔到台北港 包括了台北可以成为一个美军 他们亚洲 亚太地区有状况的话 可以撤侨的一个点 你还要知道这个AIT 因为它 一直有神秘感 从开始兴建的时候 都是美国的包商来做施工 还有什么秘密的军火库之类的吗 最重要的就是他的一个财产 所以他在整个设计的时候 除了你看到他的正门以外 正门一般行驶公务 做什么用的 他另外有专门的通道是 直接进去的 不用经过正门 直接 直接进去了以后 就是说的地下通道 可以走站车的那个吗 不是 可以走站车的 他不可能放在那边 而且撤侨用不到站车 撤侨的时候是 发布 发布到哪里集合 他运送过去 但是对他AIT来讲的时候 因为 他现在把他最重要的 征收基地 电阵这些都放在台湾 变成东南亚这边 从这里 从收来的资讯 要在AIT里面处理 处理完了以后 直接 上太平洋司令部跟回美国 所以 他在整个的管设计那个地方因为我们以前受训也在那边待过 那个地形 唯一最有利的就是说 有状况发生的时候 他不容易被一下子遮蔽 然后 他后头有一条路通到万里 万里可以海边 那是他撤自己人用的 而不是用来撤桥的 这还是普通公路啊 普通公路 普通公路但是 普通公路是一条管制的 没有管制我我跑过 不是那么大的最近没有去看 如果那条路都拓宽了那表示就 所以AIT刚刚就你说把他是一个资讯处理的中心 就美国征收来讲一个电站中心的感觉吗 在 在整个亚洲来讲 现在的AIT变成一个最重要的 最重要的咨询处理 所以他那个屋底有停机坪 屋底有停机坪 停机坪会议是 这些 包括陆战队 其实我们在外头待久了 他只要是他的财产 陆战队来 差别只有一件事情 有穿军服没有穿军服 穿军服是正式有邦交 没有穿军服 是没有邦交 他如果今天AIT在台湾那个馆穿上军服 那就才有好戏看 其实你看那个 越南他是怎么撤侨的嘛 他是用运输机嘛 然后 载到那个运输件上面 等下我讲问一下刚刚老师有听到 听到说如果穿上制服那有好戏你说不至于 不至于 不至于 因为我觉得这东西其实是 非常具有敏感性 而且是具有官方性的 你说他们不至于穿上制服 还是穿上制服也不至于怎么样 不至于穿上制服 不至于穿上制服 对不是 这么多年你从2005年 其实我觉得他们陆战队其实也是一种所谓的 一方面是做联络嘛 一方面就是说做安全的维护 所以基本他们合作模式可能有几位陆战队员来 但是在招募本地的一些维安人员 他们共同来来组成 尤其现在你AIT新的使馆 这么大的一个地区 他可能需要人力比较多 所以可能呢 也许他的人员会稍微增加 但是 毕竟他还是非常敏感性 而且毕竟美国跟我们现在真的是没有邦交关系 他们犯不着一定要把他 这个制服的这个陆战队员把他 把他穿出来 可是过去 没有讲的也犯不着讲出来 他现在也是讲出来 对对 还有一个 他的陆战队都是用来 做内部的警卫 而且有状况发生的时候 他断后哪些要销毁 指挥他们怎么撤离的 陆战队不在联络组 联络组里面是专门的陆海空军的五官 还有一个服务组跟情报单位联系 所以他陆战队很少介入到去 正式的去做业务 他的单纯的任务 执行美国的命令 有任何状况发生的时候 由他们来指挥 撤离的步骤 销毁的文件 以及 有状况的时候指挥外面的保全 怎么可以去联系 反正总之看到台美之间这段时间的关系 不管是这marine或其他的话题 这 陆方基本上 他们的媒体就是 呛几个点 给大家整理看一下 这个是环球时报说 接下来就不用理会什么台海中线的 无人机军机 飞越台湾的上空 直接去 压制台独 或者是 重演 96年的飞弹试射 特殊的时间点 可以打击台湾当局的企业 三 这三不五时也要跟媒体披露一下 对于台湾反分裂国家法 如果真的踩红线的话 一些军事的反制计划 偶尔要透过媒体去放出来一下 像是斩首计划等等 当然这全部都是 这个威吓作用 那他有个总结 如果 终究 台海之间 是要出现状况的话 就让他发一次烧吧 因为发了烧之后台美都会清醒一点 台湾的政治圈 生态 也可能会因此出现重大的变化 我们看到了 共机 他就是这回没有理会所谓过去的默契 台海的中线 他就飞过来了 而且不是误飞 因为他飞过来两架旁边还有两架做支援 然后飞过来10分钟的时间 所以就没有理会台海中线 再往下推的话 下一步会是什么 上位怎么看 来委员你请 因为美国现在每个月大概24号左右吧 那船舰就要经过台海 那你可以来我当然也可以去啦 我觉得大陆确实对 美台关系逐渐扶上台面 他也要预测底线 因为你来try我的底线 我也要try你的底线 他的思维大概就是这样 因为太海中线本来就不是法律啦 也不是国际法 他本来就是国际的海域嘛 本来就可以自由航行 那过去只是因为 美中对峙嘛 我们说戴维斯线就是一个军事平衡线 是 那这个军事平衡 坦白说事实上已经破坏了 因为实质 那个时候大概防止我们去大陆的 反攻大陆 那个可能性高一点 那现在是他变强了嘛 是 那歼11还没有那么强 那如果歼20呢 歼20如果隐形的话你根本还没看到 事实上已经过来了 那你怎么办呢 所以我的意思是说 当然环石这种讲法 他讲这个我也不会太意外啦 因为鹰派总要有一些声音嘛 那目前为止我们看到大陆的鸽派 比如说这个会台31 那会台31并没有办法阻止美台 更联合这个趋势嘛 所以大陆的鹰派一定认为说 你不能只有经济 对台湾人民好啊 你还要在军事政治上 拿出手段来啊 欧非要关心如果军事有下一步的话你觉得会是什么 那个就是进入新一步的互相控管的阶段嘛 可是现在还没有看到啦 当然 一开始可能会有擦枪走火嘛 比如说他跟美国也在海南岛撞过机啊 那绝对不是预期中的 那当然就是 美国就认为我要试探嘛 我可不可以进入你的海南岛的周围 你说这过程当中可能会有些事 当然会有些事啊因为 可能都会有过头的时候啊 那比如说他飞机如果 再飞进来一点啊 那你的飞弹要不要启动 因为 现在只是说他 过了台海中线以东 所以我们按照国军战备守则是要驱离嘛 那他如果再进来一点啊 因为他事实上并没有立即离开 你是跟着十分钟他才离开 我等一下就要请教天罗哥了因为 蔡总统对此呢也说了 只要过来我们必定要捍卫 而且要强制驱离 我就要问天罗哥如果 驱离不了怎么办 因为我们看一下这个画面 这个画面是国防部的一个最新影片 希望能够安抚人心啊 也展现我们的壮胜均荣 希望民众看了以后也要安心 我想请教天罗哥的是身为国安 曾经是高阶的人员 然后被把这些过去的秘密 讲出来之后也看到一些 解放军的动作 你会担忧吗 而且你听了蔡总统讲说 一寸不能让 必定要驱离 话已经讲这么满 那到时候你没驱离 不就糗大了 不是我听了蔡总统讲话我才担忧 啊 真的 他 我也不知道现在国防部长干什么的 因为 两岸的关系 我舅舅以前空军 每次他们一飞 我们也飞 我就说到了海峡中线两边打个招呼 回去 那是叫默契 OK 你不要认为天上的飞机是随便乱飞的 全部都有ADIZ的管制 他 飞机一动我们这边也动了 我们这边飞机开始动的同时 飞弹部队要被变 那这里面 有一个 所谓的接敌接近 在战备里面是授权给空中领队 这个范围是什么 前方40海里 左右15海里 后方20海里 你空中领队可以主动决定 要不要接近 然后第二个 老公那边他是地面指战员 他的地面指战员都是资深的飞行员 好 你今天讲强制距离 我不知道蔡仲敏有没有搞清楚 空军 飞行员里面是有强制距离 有四种状况 他到底讲哪一种 第一种 强制距离是透过公用的紧急频道广播 告诉你飞机一定越线 如果你不听 第二个 我们的军向着 飞机向着他的方向压翅膀 告诉你往这边走 你要不要走 这是强制 第三个 我向他鸡头前面开炮 第四个 不带命令急落 你今天蔡仲敏有没有懂这四点 你叫他强制距离到底是叫他急落 叫他在上面广播还是干什么 国防部非常糟糕的就说 他今天 让一些完全不懂的人 讲给大家听 讲在那边喊爽 我们空军的飞行员到时候 怎么去做决定 飞机一上四架 我就问天罗哥了 因为 蔡英文的讲话 媒体都有转播 新闻都有做 你认为我们的飞官听懂是 刚刚那四种状况哪一种吗 我们的飞官 才不会去 按照他讲的 强制距离 你讲第几个 第1个 广播 对不对 广播会做啦 广播应该会做 这次有广播 那有广播为什么带了那么多摄影记者去了 他两架前11后头还有两架 两架过你的线两架在后头 你到底想干什么 他 告诉个 他就是在表态 告诉你 下一次我就飞过去 你怎么 你要强制距离 去啊 你去的后果是什么 我比较想知道 那我们的飞官听到了三军统帅蔡英文的说法 强制距离 或是刚才你刚讲的准则1234会 哪一个作为他们有没有听懂 他们当然听懂 每一个飞上去的时候 听领队的 领队听那个战管中心的 命令是从那边下来的 那只不过不像以前有那么大的弹性 在非常敌对的状况 在现在的状况 所有的飞官 跟所有的军人难道不了解吗 国防部讲真话或讲假话 讲实话或讲虚话 我今天为了这个题目 问了四个飞行员 气死他们笑死人 其实我觉得总统他讲这应该是一个 不懂军事的时候 他做一个政治上的一个宣誓嘛 因为第一个他讲 说主权寸土不让 就像刚刚这个郭委员所讲的 其实海峡中线并不是一个 这个领土界限 他只是一个片面 公布一个默契而已 所以其实大陆越过海峡中线 这并没有到我们领空 其实你还不到一个 就是说 可以把人家击落的 这样的一个必要性 因为你这会有这个国际法的 一个争议 第二个所谓的这个驱离 其实就是一种政治上的宣誓嘛 其实我们看到这个美军在 我在想到美军在中国大陆 南海岛礁他进去了 大陆都说我们也警告跟驱离 可是他是怎么警告跟驱离方法 其实就是他是跟在美舰后面 然后美舰反任也要走 他也讲说我们就是把他这个驱离了 所以我觉得未来其实 最大的状况是大陆进入台下 中线之后他怎么走 如果他直接往本岛来讲的话 那你越来越接近我们的防卫领空的话 那这时候当然这种双方的 这种开战跟警戒性比较比较强 如果他只是进入海峡中线 然后又贴了海峡中线又飞回去的话 那我们的空军也是说 我们做了警告跟着后面说 我们就可以自我宣称 这也是做一个驱离 这也是一个驱离的一个方式 看驱离花多少时间 最主要看他将来他怎么飞进来 跟他意图是什么样 不过我倒是想强调一点 也许未来 就说可能大陆想法是让海峡中线 慢慢 其实就虚拟 就没有这条线 他会经常来 但是我觉得时机点 可能因为到明年就要有总统大选了 我觉得他们可能现在也必须要 hold一下 不会经常做这个事 因为美做这个事情 其实就是让蔡总统有一个表 表见跟舞台的机会 我觉得大陆可能也会考虑 我们回来聊另外一段就是 台海之间最紧张的一段时间 有人说是96的 飞弹导弹试射那段时间 那这段时间 李登辉他 接受日本媒体的专访 而且是天天上日本的 《产经日报》的头版 到底有什么秘性被揭露出来 而现在 还有没有当年的秘史存在呢 我们回来聊 能够上报纸的头版 他必须要有非常高的重要性 或者是他的话是有分量的 像郭委员讲一句话 媒体放头版 但是你想想看 李登辉在台湾 还能够上媒体的头版 而且是连载吗 有人说他可能 不像过往的阿辉伯 那么有泡房的吸引力 放头版 报纸不一定会卖 但现在我们来看 在日本的《产经新闻》 连载他的回忆录 而且是天天放头版 已经三到四天了 王院长你怎么看这个事 日本民众对于李登辉是非常的 日本当然民众对李登辉还是有印象 还是有好感的啦 就是认为他是比较亲日的台湾的领导人 那我觉得一方面当然也许就是报社自己 他做这个东西增加他的一个媒体曝光度跟销量 报纸的分量 对对 但第二个如果我们联想来讲 其实就是说他当时讲的很多是李登辉当年 第一次总统直选 那么两岸之间关系紧张 然后又飞到演习的危机 那我们看到现在两岸关系跟当年似乎又有类似的情形 就是两岸关系现在越来越紧张 明年台湾又有总统的这个大选 那这时候我觉得禅经新闻是不是 也认为从日本的角度来讲 他们觉得台海的这个关系 其实会影响到日本本身的这个安危 所以民众可能会感兴趣 有新闻连结点 他就把这个东西把它登载出来 来了解当时两岸之间是怎么来互动 中间是如何处理这样一个争议 所以我觉得也有可能是因为是一个客观的这个大环境 禅经新闻判断说 这方面这个形势有意类似 他就把这个新闻 这个所谓的密录就把它公告出来了 不过我觉得比较大胆的事 因为他连载放头板头不是一天 是放好几天 放好几天的话他应该知道前天的销售 大概是多少的量 第二天够不够受欢迎 或再要不要继续卖 他显然是这样的规格是已经 下了绝的心 就是要好几天是要做连载的 我想前达委 在里面确实是有一些让人家惊讶的地方 也就是说第一个当时两岸之间是有密室的存在 这一般人可能就没有办法证实这个事情 第二个就是当时的就是说 他里面披露几个 包括美国对台军说大陆居然讲说 我们也不反对 因为我们也没有能力反对 第三个就是说 1995年台海飞弹演习危机 大陆是说 这一方面来讲 我们并没有真的要打台湾 这方面其实都是一些 比较聳动性 都了解当时大陆怎么想 所以说我觉得他确实也有他的一个 所谓的这种 整个销售的一个刺激的一个效果 委员请问一下日本人 对于李登辉 有感情 有啦当然有啦因为他 听说李登辉讲日文中文跟台语的时候 是三个截然不同的一个feu 我是日文最好 日文最好 日文最好 然后他事实上 是先会日语嘛 然后才会台湾话嘛 然后才会国语嘛 跟我爸爸一样 我爸也是这样 所以 而且他越来越亲日嘛 连钓鱼岛都说是日本的 所以日本本来就有一些右翼的政治人物 跟他特别好 那陈金新闻又是右翼新闻的代表 写来有字 所以因为 陈金新闻以前也登过蒋介石秘录啊 如果你的年纪够的话 我记得那时候我是高中啦 那时候也是轰动一时啊 那时候也讲了一些秘辛啊 那通常这个大概就是在这个政治人物 即将大概要结束之前 或者结束之后 来一个定位 的一个定位 对 你陈金新闻的话 像蒋介石秘录那个是在 那个蒋介石死了之后 他出版 这样理解 这样产经新闻他这样的一个连载 他自己报社本身也可以有一个定位跟高度 当然 我们来看因为这一次 所有的状况内容刚刚老师提到 很多点 其中就谈到两岸密史这一部分 来看 曾永贤 曾永贤是 前总统府的 资政 那他跟李登辉也只有差 一岁 那据说当时呢他 经常代表李登辉前往 中国大陆去了解很多事情 就在96年试射导弹的前两三周 那曾永贤接到电话来自于对岸 说 我们再过两三礼拜 要射飞弹 但台湾 请不要太过惊慌 接到这电话之后呢 曾永贤就立刻跑去跟李登辉做报告 我想请教一下 天罗哥 当年有这样的密史 能够真的找到keyman 可以接得上电话 现在还有吗 现在应该没有了 本来我们认为 陈明通 陈明通以他过去的经历 大陆通 大陆通 他应该可以担任一点角色 只是没想到他当了陆委会主委以后竟然 完全换了脑袋 换了李登辉 那 你要讲到 以前的密史 是 从老蒋时代就有 到蒋经国都一直存在 那 最盛的时期是在李登辉 最盛的时期是在他 最盛的时期 李登辉1988年 4月上台的时候 那时候一个 很有意思的事情 那时候的密史是谁 南淮景 南淮景在香港给苏志诚打一个电话 志诚 因为苏志诚是南淮景的学生 志诚啊 告诉叔叔 那边贾一兵要带朋友来 赶快来香港 告诉叔叔 叔叔就是李登辉 所以 南淮景 第一个阶段到第二个阶段 是苏志诚跟 郑淑敏 郑淑敏那时候在华市当 企划部的经理 他原来在华市文化的时候就常常跟李登辉建立了很好的关系 宋苏 包括他先生那时候伟端 华市的人跟我形容 郑淑敏每天上班以后两件事情最重要的 第一件事情化妆 对着镜子至少一个半小时 第二件事情化妆完了抱着电话 那是每天都不止一两个小时 对象就是打给苏志诚 两个人 也不知道讲些什么 当然苏志诚那时候 要求他的电话是每个礼拜他检查有没有被窃听的 然后曾永贤 最后一个秘死 大家都想不到 是发生在2002年 喔呦 反正现在 对 李登辉要到大陆去访问 嗯 他三度派出他的总管去 谈 但是 最后 断掉 断掉了有两个原因 一个原因SARS发生 第二个原因 后来 他的大总管李文南也被他换掉了 有一次问了他 我们问了他说 怎么回事 为何断掉 为何断掉 总管终于讲了 他每天去 他们说啥 我都听不懂 因为 密使这个阶层是看对等的单位 所以他一开始绝对 何管李登辉已经退休了 他绝对不会说 限制的跟你接触 而是由 中央委员会那边派出几个老干部跟他谈 老干部 老干部讲他听不懂 老干部讲的话相应重 我们大总管呢 台语日语都行柔道高手 可是他到最后他讲 你说啥我听不懂 你刚提到一个陈明通本来是民进党的大陆通了 不过他陆委会的这些发言批北京 破坏现状的挑衅是什么 他过去在大陆境内人脉看到他这样的一些发言 就情报 联系上面来讲 会因为他这样的发言比较 偏风一点 而跟他断掉关系吗 当然 你从开始到后来 他陆委会的主委的角色他一开始 没有去讲说 我今天陆委会 要负责跟大陆的这些往来然后来促使两个关系 他没有讲过一句啊 一开始开始 随着小英的布置的时候 所有的传证已读不回的时候 你 你认为那时候就已经断 就已经断了 陈明中说他密使是自己讲的 这个没有人证实他是密使 那他可能是说跟大陆那边有一些这个 学者跟官员 可以讲一些 而且那个时候他是在野的时候 他是在野的时候他还可以去啊 就像一般的这个亲律的学者 其实也如果可以去的话也可以跟对方有一些台带回来一些话 可是那不见的就是一定是密使 而且我觉得说以前譬如说在蒋经国时代跟李登卫是还有密使是因为 双方的政治关系其实大概还是可以的 可是现在如果说 这个台湾的政府是根本连九二共识都不承认的话 那还有这个密使的话 这个就觉得令人吃饉 我认为你刚刚说不是什么东西不是 你认为不是 因为 蔡英文刚刚上台的时候就是那个就职演说啊 那北京不是说要补考 空白卷 那个时候王毅还讲了一些话 就是说大家就来谈一谈嘛 你九二共识不接受那你到底要怎么说呢 那 在那一年啊就是双方还有一点点空间的情况下 如果没有派人去啊 那大概就是没有了 那据我了解那一年是没有 没有做这样的沟通 所以 你说陈平通算是密使吗我不认为 在他之前该那些关系就已经没有了 而且曾永贤那个层次啊 是蔡英文这个时代所没有的 因为曾永贤是可以见到杨尚昆的 他是可以讲军事的事情 我不认为蔡英文这个时代有军事沟通管道 不过在台海之间发生的 就是上个周末 共军过了台海中线 破了这个末期之后 我们看到各方的一些反应跟说法 日本是很快就跳出来呼吁 两人应该要直接对话和平解决的 安倍对于台湾也这么友好吗 安倍他对于台湾跟北京 他的角色拿捏跟一些做法 其实这段时间 引发不消讨论 我们回来聊 这段我们锁定安倍 日本呢公布了新的年号是令和 初春令月 气熟丰和 这个基本上我们来看 之前有五个年号都是被案 但最后呢 令和算是补件上去的啦 那所有日本的媒体都知道 这是最后安倍可以随时他自己拍板定案 就决定叫做令和了 那 中规的来讲 令和这个呢 他们找了半天 因为他不是出自于中国的古书 而是来自于日本的古籍 但 大陆方面还是觉得说这个基本上 大陆的古书还是找得到 但种种的做法来看 安倍他基本上 是不是被媒体解读 他是要去中国化 所以他的年号不从 大陆的古籍里面找出来 从日本的古籍 我想要请教一下委员你怎么看 安倍如此 处心纪律的去中国化 为什么那么急 其实日本古籍大概都是来自中国古籍 是啊 因为安倍说是来自万业籍啦 一种诗啦 可是人家也在昭明文选找到这句话 所以 那只是安倍这样 自我安慰啦 自我安慰 事实上日本民间不这样认为 日本民间还是认为来自中国 因为他前面也都来自中国 所以那日本人也不认为这是什么大问题 但那为什么安倍要这样做呢 因为安倍这一次本来这个换年号新天皇上来 本来是期待习近平可以去 就是他希望有至终高峰会 那如果大陆愿意派李克强或习近平去 帮新天皇祝个寿 贺个喜啦不是祝寿 那也算是表示和好嘛 那结果并没有成功 那心里可能不太高兴吧 你认为有点不太高兴 当然是 可是他也没什么办法 因为 习近平就认为他跟日本 还是有很多矛盾嘛 那当然他军团连去了嘛 那 经济上确实在缓和合作当中啦 可是 军事政治上的矛盾 并没有缓和的迹象 矛盾 这个就要问一下老师的 因为天皇他4月30号要退位 那我们也讨论快一年了 就是他要退位之前 他一直不断的想要去修补跟中日之间的关系 但安倍最近的做法包括了 你看他的年号 他就是希望做一下 就是要去重化表个态 那也包括日本的新的教科书 可能要把这个 不是可能 就是已经就确定 他要加注政府的见解 就是 钓鱼台 大陆孙的钓岛 是日本的固有领土 公布的实际点也就在年号公布之后 都是敏感的时刻做这样的事情 所以有人说安倍 你到底是 要跟 中国大陆修补关系 还是你自己 大日本的心态 包括了要这个推 去中的年号 教科书的改变 甚至他不断的想要修宪 就让他们的自卫队变国军化 他到底怎么去看北京这事 其实安倍是很务实的一个人 我觉得安倍做这个绝对不是说 意气用事 不是说因为习近平去不去 我觉得应该是 长起来是他 一贯的一个思想 因为据了解 当然第一个就是说 我们知道这个年号 不是天皇可以决定的 按照日本的这个 年号法来讲 他本来就是内阁政府 来决定 因为毕竟现在日本的天皇 是一个虚伪的一个元首 但据了解 安倍在之前 其实曾经发表公开的言论说 希望这次的年号 可以出自于日本的典籍 就不一定要来像以前一样 出自于中国的这个典籍 所以这某种来讲 就已经反映就是说 他事实上已经表达 他的这个想法 希望影响到这个年号的 一个选择 那尤其第二个就是说 在年号公布之后 安倍做了一个诠释 他说这个代表很好的现象 就说这是一个 新时代的开始 他说希望新的日本人 都能够 更有积极的角色 在世界上有更积极 承担更多的 一些作为 所以我觉得从安倍上台以来 他本来就是沉寂日本这种 右翼的这个想法 这个右翼的想法 他其实就是要 把日本所谓正常化 就说日本是一个正常的 民族正常的国家 他应该在 亚太在国际上有更多的一个角色 这时候自然他就不能够 老是活在中国的这个文化 阴影之下嘛 所以我认为就是说 他在这个年号的这个选择 他绝对是有刻意的 希望呢在他能够影响之下呢 能够做一个这个区隔 但是安倍也很务实 就是说他也面临到这个 两大强国嘛 他觉得虽然美国跟他很密切 可是川普并不是一个 可以值得完全信赖的一个人 那中国对他的 军事上的威胁 尤其像钓鱼岛这个东西 影响这么大 再加上日本的企业界 也很希望参与这个中国的一带一路 所以我认为就是说 他基本上是一个比较 务实跟两面的这个平衡的做法 所以你说像钓鱼 像年号的选择 他必须要从日本古籍 这是他建立 右派跟以日本为中心的 必然的一个做法 那这个像钓鱼岛这部分来讲 这是在日本长期的右派的想法 这就是他的领土啊 那所以他当然是不可能是 是改变的 那不可能改变 但是呢 他可以跟中国又可以来做一些 这个这个协商嘛 那包括在钓鱼岛的问题 也就是说他的立场 他是必须要来肯定 可是在实际的做法上来讲 他要尽量避免去摩擦嘛 所以包括他也多次表达 就是说跟习近平能够见面 习近平一开始不愿意见他 后来是因为在中美经贸的这种纷争之下 中国觉得他不能到处树敌 所以这时候给日本一些空间 所以安倍也跟他一些见面 再加上安倍在处理这个经济的问题 其实跟美国不见的立场一样 因为安倍想推动这个自由化 可是美国要的是一个 就是说公平的贸易 所以处理完中国之后 可能下一个就轮到日本了 所以其实安倍也知道 在很多的立场上 他跟中国的利益也是有一点这个一致的 因此我觉得就是说 他会固守他既有的右派立场 可是跟中国呢又在策略上 他觉得不需要对立这么严重 我们刚看到就是老师解析的是从安倍他 当家之后不断的从他 实际做了一些举措 来判断他两面的做法 其实也是反映他是一个务实 继承右翼思想的一个日本的政治人物 那打从心里我想问一下天罗哥 安倍到底怎么看北京 第一个 安倍是 在位最久的一个首相 他一直希望自己 不管在日本 现在在日本他的地位是确定 他也希望在国际上有所发挥 然后甚至于在东北亚的这个角色里面 有所 有所表现 可是这些全落空 等到 他在经济上跟美国谈判 一谈了发现美国真正这个状况的时候 他回过头 往大陆靠 大陆 看日本 尤其看得紧 也一几乎 因为他们了解日本 从王毅很多的长期以来的了解 对日本 他们是丝毫不放 一点都不会松他的 因为 安倍 下一个最重要的是 东奥 东奥 不能没有大陆 连我 连我的朋友都被调回 调回日本去 就为了 准备这些事情 那 可是在军事上呢 他们 我们知道 日本 他一直在情报方面做得很好 每一次只要大陆的飞机过去 哪一架机 什么编队 什么号码 包括里面都拍的档案做得清清楚楚 可是3月30号的时候 让他们军方 吓到 31号的时候 两架 先11 不是来泰海吗 3月32号的时候 他 公共岛出现4架 轰溜 战机 然后一个图一五四 整个在收 结果日本飞机上来照相着 正在照相的时候 两架的飞 战斗机 刷就过去 日本从来没有碰到这样的事情 而且他连看都没有看到 两架战斗机过去 所以 这个里面就讲明了 他今天大陆跟你讲 我的军事是超过你的 你在里面坐的时候 所以每一次这些飞机这一些 这些的行动 造成安倍还 他跑到东南亚想去拉过来去 他一直希望 他不仅仅是在日本的角色好 而希望在国际上 有所定位 让人家肯定 那当然东澳是一个重要的 所以他现在很多的事情 在他的前进后退的难言当中 都考量到日本自己本身的 我想因为日本的西满教科书 2020年的4月份上路 这个还是明年的事 不过他 公布检定的时机点 就在万年号之后 每隔一两天 但媒体有很多联想了 认为他是刻意的去 碰到这时机点做一个安排 你怎么看这事 他碰到这个时间点 他当然 他换一个年号 全国要花掉多少钱了 去换 但是这一点上 因为 我全国算起来 在日本企业工作了也十几年了 我在这一点上是非常佩服 第一个我跟我的老板曾经多次讨论 就说 日本民族的这个差别 日本 最重要的是 他们 全部是大和民族 他没有内斗的问题 而他们长久以来 他们从维护他们的历史 文化 跟 教育方面 做得非常深入 而且 整个团队在做事情的时候 他们有他们的思考 我觉得 我觉得站在这一点上 他换年号 换年号最大的收益者是谁 安倍啊 是在他手上啊 所以整个的这些系列排下去的时候 他是有步骤的在做 我刚刚跟那个天罗哥就教的这一点就是 2020年的4月份 他们的西满教科书要上路 他把这一个比较有争议的像是 主岛 南韩口中的独岛 跟台湾口中的钓鱼台 大陆口中的一个钓岛 也纳入了日本的固有领土 对于这两点 其实韩国跟 大陆本来就常年抗议的 那这一次 台湾这部分呢 其实相对来讲 相较于韩国跟大陆来讲 是比较 官方上面的动作比较少一些 那去问了 那外交部说我们2018期就抗议过了 那你问蔡总统的立场 蔡总统2015年竞选中的时候也说了 这是我们台湾的 所以不需要去强调 重复再重复 但我以为你来讲 有没有重申的比较细 意义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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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因为日本 主要也不是在乎台湾 他主要还是在乎中国跟韩国 那 本来这个时刻一定是民主主义会稍微上扬 其实韩国跟中国也知道 可是他能不能坚持一路这样下去 恐怕也不一定 因为 日本也很希望比如说中日韩的FTA可以往前走啊 然后也希望跟中国可以 因为川普不可预测嘛 所以中国有时候要当备胎啊 所以不想把路走绝嘛 就有时候也要拉中国一起来对抗美国啊 就经济上啦 经济上啦 所以我认为 他要做绝是不可能的 可是大家就互相体谅啦 事实上中国大陆有时候也会体谅日本啦 比如说他有时候开一些国际会议 当初没看到 还是有啦 并不是每次必抗议 不是的 川普月底去日本 你觉得 这趟亚洲行有机会吗 跟习近平 川普就顺道 我认为川普不会去中国啦 一定是叫习近平去美国啦 因为川普去中国是要付代价 因为美国目前事实上 我们都知道共和党是越右嘛 那民主党是越左嘛 所以他要拿捏那个国内的那个氛围不好拿捏啦 那他去大陆 如果没有实质所得啊 那 风险比大家对他来讲更大 太大了啦 但是如果签了一个满意的条约 也许他可以顺道 宣示他的一个成果 可是如果真的要让步愿意在国内签吗 如果真的让步够 让道上川普愿意去签 我说如果愿意的话 但现在中方讲说希望在第三方 因为也不想到美国去 因为觉得这个对他的面子也挂不住 希望找一个中立的地方 我们回来讲聊另外一个话题了 就是韩国瑜 韩国瑜 这要见他面子也得大 因为呢 主席要见都见不到 等下回来聊这个 吴韩慧破局之后 周末一个消息就是可能 吴敦宇接下来连 王金平 连朱立伦 可能都见不到 回来聊 台湾的2020 这个戏剧怎么演下去 我们来看 主角不愿意见面的时候 配角干招戏也没用 吴敦宇确定跟韩国瑜的会面要取消 然后等到韩国瑜去美国访问回到台湾之后再说 到了周末呢 这局势脸变变成吴敦宇本来要见了韩国瑜之后 继续要见王金平跟这个朱立伦 但是因为韩国瑜取消了见面 现在连王金平连朱立伦都说 那这样都不要见吧 所以呢 吴主席等于是空忙了一场话白喊 基本上三位都见不到 那我先请到三位来宾 韩国瑜到底说要等到美国回来以后 再看看状况他应该来台北见主席 对于这个做法您怎么看 我汇集了这个礼拜 一些各方的说法 我们请三位来宾用白板帮我做个选择题好了 有几个选项包括了 第一 邱毅他讲 因为韩国瑜他比猴子还要 比孙猴子还要精 他要等到赖蔡 谁出现以后 确定了对手 他在做要不要选2020的决定 也因此到时候再见吴敦义 这第一个 第二 韩国瑜他不愿意被利用 变成逼退朱立伦 或者是王金平的罪人 他不想得罪 所以就以脱带便 或者是三 以上皆非 你自己做他 你会觉得哪一个选项 我们看到这几个话题 这礼拜都有人在谈 老师认为是二 你认为韩国瑜不愿意被利用 变成逼退朱王的人 另外两位来宾选的都是三 以上皆非 我先听一下老师您的说法好了 我觉得韩国瑜现在应该是 主观上他不排斥可能要选 但客观上来 主观上他未必有意愿要去选 但客观上可能党会要求他 所以我觉得他现在一直没有把话讲死 但他也知道就是说 既然就是说他是要客观上出来 所以你现在如果说先跟吴敦义见面 其实大家都在等他一句话 他一定要讲他选或不选 可这个时候如果说他表示说他要选的话 等于就是说他陷于两难 第一个就是说他等于对高雄市民难以交代 第二个好像说他战略权威 他去选更大的 第三个就是说 现在党内已经有朱跟王耀表态 韩国瑜我觉得他现在的一个想法就是说 他如果要选一定是党要征召他希望他出来 那同时他如果要胜选成功的话党是一定要内部要团结嘛 所以这个时候如果他先去跟吴敦义见的话 那他如果表态不选那他就失去机会 如果表态说他要有意愿要选的话 那这时候可能就是吴慧拿这个去劝退王跟朱 那等于就得罪这两个人 那后来的这个党内的这个团结也不利 所以我觉得他这个时候不如就是说以劲自动 先看看其他人表态怎么样 如果他们都希望韩出来选 这时候他在顺理成章表示说 那就配合大家 这个是比较是对他自己的利益 老师的说法也是有逻辑的 因为见了韩之后呢 讲了什么内容 因为没有媒体公开嘛 那吴就有一些空间 就把韩的话带去朱跟王的耳里 当事人听到以后 会有什么样的作用就不知道 但可能基本上对于韩国瑜 他希望面面俱到来讲 就无法一切都能够完美 因为势必可能会得罪一些人 那委员的说法你认为是三 以上皆非 那他不愿意见吴敦毅 等美国还在说 你觉得是为什么 我认为韩国瑜他 比较在乎的应该是 他如果主动表示参选 要对高雄怎么交代 这一关他一定要过 那这个有分两个部分 第一个就是他希望政绩能够出来 那现在农产品对外清单有出来 那他当然是希望有关制造业服务业的部分 到高雄投资能够多一些表态 那这样会比较好说啦 那第二个是比较现实的 就是高雄市议会的会期是到6月5号 那你如果在6月5号之前宣布 我看你在议会大概就被 每天消耗 每天消耗 你就累死了啦 那你怎么办呢 所以我觉得在这种情况之下啦 就是他当然要让时间耗一下 搞不好王金平会回心转意啦 因为坦白讲 目前国民党主要是考在王金平 因为朱立宇已经说 只要民调最高我都认了 可是王金平我认为 在参选的 就韩国瑜选市长的过程中啊 我认为王金平有向韩国瑜表达过啦 说他要选总统 都说那你既然选市长 我就支持你选市长 我选总统就拜托你支持我 那我是怀疑那个时候韩国瑜可能有 表达 肯定之意啦 所以王金平就一直认为说 你已经答应我啦 可是坦白讲这个政治时过境迁啊 可是他心里就有个疙瘩 他也不好意思 所以你知道有疙瘩的时候就 不如不见吧 他跟王金平两个人都没见到 他们两个其实很好啦 可是现在见 王金平就是逼问嘛 说你答应我来算不算 一定是这种问题 公开也见过一两次啦 就招商大会他们也见过了 但是私底下的话是没有多说 时间越来越近的时候 这种问题就是这个问题嘛 所以 观众朋友你想想 如果你是韩国瑜的话 你心里头会不会觉得 这到底要怎么说啦 所以 你做的是他的立场 他一定是说 比如说我拖到四月底或五月 看到朱跟王确实民调没起来啊 那我那个时候就比较有点 稍微一点的震荡性 天洞哥你认为是 以上皆非你觉得是什么 我觉得第一个 最重要的是看民进党选项来状况如何 那第二个 第二个他八月份 他不是下个月到美国去防御 等一下我插播一下你刚说他你认为说要看民进党谁出来 可是民调 民调上面来讲赖跟蔡都不是他对手啊 都不是他对手的话 他也不必急啊 你们发现没有啊 两个人没有急这件事情一个是吴敦一一个是他 你觉得吴敦一也不急 吴敦一不是吴敦一我看了一直吴敦一对选举来讲惊到家了 哪有说明年一月的选举四月份发动的 他有什么好发动 他现在唯一最急的就是说 他筹国民党的钱筹不到了 因为朱立伦跳出来早了 一宣布民调 结果本来他算 他每个月跟人家借三千万是可以借到今年的十一月 朱立伦一跳出来以后 人家跟他讲你民调那么低 他的捐款马上少了很多 国民党包括黄复兴党部都减薪百分之二十 所以我觉得接着后来在三月二十二号韩国瑜的讲话很有意思 两件事情对中华民国来讲是生死存亡之灾 对国民党来讲是一个大势大飞 我欣赏他这句话 因为对国民党真的大势大飞 我始终搞不清楚王静明出来选什么 对他的布局他这些他周围的朋友我也很多熟的 但是我一直觉得这盘局的操控 还是李登辉在操控 还是李登辉 等一下我每天有李登辉 李登辉身体还可以操控 李登辉已经都交得好 从王金平的出现到妙天主的党 跟这 跟这几个科匹这些都是在之前 天罗哥这剧情实在是太 太太 我告诉你我讲的话 太阴谋论了 不是不是我讲的话都有一些依据 真的 没有什么好讲的 所以为什么当韩国瑜讲了说今天这场选战 对国民党来讲是大势大飞的时候 我觉得OK 他根本不必那么早 大是大飞 我请教一下老师 因为如果说我们刚讨论所有的论述都 立足点都有 那可能就是卡在王金平 那怎么样去给他一个幸福 下台阶 或者是幸福 或不得不 或者是局势被迫 让他能够欣然接受 可能韩国瑜去美国也是一个指标 请教老师 韩国瑜如果到美国 4月12号到18号 目前定调是学术交流 对 那如果说他必须要让 借由这次的访美之行 让所有蓝英的人士 望朱立伦 让王金平都能够服气 OK 我没办法就是你了 那他在美国得做些什么事 或者是见到什么样的人 第一个就是说现在来讲 就是说好像侨胞要看他人蛮多的 就是如果他这次去 本来说是主要是看学校 就是跟哈佛跟斯坦佛 还去看一些 这个美国的这些高科技 但如果顺带就是说 这个东西两岸的这个侨胞 只要他所到之地 大家都是踊跃认桌 然后这个一片的一个支持他 我觉得至少就是说在海外 尤其是说如果假设 是蓝英的这些支持者 大家看到就是海外 海外的这个支持者 都支持这个韩国瑜 那表示说其实在海外 他的声势也是如日中天 这是第一个 那第二个就是 当然我们现在讲 就是说美方的一个立场 因为这时候他没有 如果假设这次去 假设是美方的这些 这个国务议员 我觉得是比他其次 最主要就是说这个官员 就是说如果能够 譬如说有这个助理国务卿以上的 涉及到这个亚太地区事务的话 能够跟他这个见面的话 我觉得这东西来讲 对他的一个声势呢 也是一个很大的一个看涨 表示说美方 事实上也认可 他就是说是一个 非常举足轻重的 这个台湾的 这个未来的 这个可能的 假设一个状况 就是在哈佛他演讲的过程当中 虽然是一个学术交流演讲 但是 有官员到场 然后在交流的场合当中 他在媒体面前 也用非常流利的英文 他是这个双语学校的校长 因为流利的英文 对 跟那个美国的官员的互动 这画面从台湾来讲 是对他会有加分的吗 我认为他避过这个 避开那个华府跟纽约 就表示这一次他没有那么政治 因为他在哈佛的演讲题目就是 去年的选举对台湾民主的影响 所以基本上也没那么政治啦 所以 我也不认为 华府的官员会特别去Boston见他 不会 我认为不会 我基本上认为就是 他也没有把这个当做是他的总统的行程 他如果真的要选总统 估计他代表国民党之后8月再去一次 8月要再去一次 那这个直接去华府 不过你看他这时间他拖 就是说美国回来再说 也只不过拖到4月中下旬 他势必还是 吴敦英要见他 不过那个泛兰的热烈认桌 这个已经是事实了 对啊 那个这个跑不掉 这就是对他在海外的绅士有看的 对啊这没有错 这个会影响到国内对他的 所以如果说你压 这趁多铁的心要拖到六七月 你现在去他美国回来才4月 对于他来讲他也是 每天度日如年啊 对啊时间太长了 太长了 美国的朋友有在问 嗯 这边台湾朋友问 到底韩国一去他们要怎么样 他们给了一个讯息是他所有的行程都保密 都保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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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们还是有一些公开的 有一些除了公开出来的以外 嗯 被告知的人 都告知了一件事情 嗯 不能随便对外讨论 除了公开 他这边国外 这一点我觉得 他一开始在这方面的catch 抓得蛮好 其实对于相关人选民调持续来